各位可以看到黑名單篩選 OK他就把資料幫我把它帶過來 然後清除 就OK了 但是呢 這邊當然會有一些地方可能會感覺卡卡 什麼地方卡卡 因為他其實是錄製的 所以你按下這個按鈕的時候 他會先切到這邊來 然後畫面其實還一直更新 所以會有點卡卡的感覺 但不是壞掉 主要是因為什麼 你游標移過去 他這個地方會下一個公式 會做一些事情 所以會變成這邊畫面更新 他會有點像卡卡的 不是壞掉 其實基本上這樣如果你可以 點下去 他會自動把資料帶過來就表示是正確的 可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OK可能也許你可以怎麼再做修改 當然這邊是可以改的 做完之後請各位再來做一件事 請你切到聚集 或VBA都可以聚集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你剛剛錄的東西 在哪裡呢 在聚集裡面的編輯有沒有 編輯實際上我前面講過 這個編輯其實也是把VBA叫出來 有沒有OK 所以基本上我們按編輯好了 編輯之後你會發現 他會自動幫我顯示出那個VBA的位置 位置在這裡 OK 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好 你可以看到 那個錄製下來聚集放哪裡呢 我前面好像講過了 如果你熟悉這個 經常用的話 他是放在模組裡面 有沒有然後會產生一個叫做 SUB 黑名單篩選 所以其實錄製下來聚集 他就自動幫你加一個 SUB 名稱叫做黑名單篩選 OK 然後步驟就在這裡 所以請各位後面 字形再加上註解 什麼叫註解 就是你剛剛不是做很多動作 那我們第一個動作是做什麼 所以要記得註解 單以後開頭 一 是把什麼 切換到 查詢名單的工作表 你這邊自己打一下 比如這邊可以打 自己打一個 這個切換 到 查詢名單 工作表 OK 這樣子 自己看得懂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工作名單的工作表再來就是 再把游標放在什麼 在第二個 點擊什麼 點 不是這個點 點 點 這個 然後 B2儲存格 這大概寫一下 有沒有 然後就怎樣 因為你點了 B2儲存格 之後 點Slay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叫SHIT指的工作表 Range指的是範圍或者儲存格 點Slay就被選取嘛 然後再來他後面有個Active 目前就是那個儲存格 他後面的Formula Formula就是公式 就放什麼 等於Count 黑名單 有沒有 所以其實 這個意思是把公式輸入進去 然後向下填滿 所以其實我們這樣 點擊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後面就 每個都打了 比如說你後面可以寫 輸入公式 有沒有 然後再來什麼 第四個就是 向下填滿 有沒有 所以其實 待一會的話請各位 也在自行加上那個註解 至於註解的名稱的話 你可以自己改 沒關係 OK 然後 後面的東西自己打 那儲標再放在 B1做什麼 做篩選 有沒有 所以這個篩選其實是 Auto Filter 那後面其實有一些參數 Field就哪一欄 Criteria 1 等於1 就把1的留下來 然後再做什麼 再把那個 底下這個應該就是複製了 所以在第第5 第6的話 6的話就是什麼 游標放在A2 Ctrl Shift向下 複製 然後再切回到什麼 第7 這個也許第7 切回到哪裡 切回到查詢結果 然後呢 點擊A1 然後把它切上 你會發現 這個每一個每一個動作 它都有對應的程式 所以以後呢 假如你有一些 VBA程式不會寫的話 其實 或許你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先錄一下 然後呢 把你要的部分的功能 把它加進來就可以了 OK 大概會有這個 不會寫 底下的話 一樣 清除部分 一樣 也是 游標第1個 清除的話 游標第1個 是先放在那個 A1 然後呢 這個底下就 第2的話 是什麼 Ctrl Shift向 Ctrl Shift向下 這個是Ctrl Shift向下 結果 然後做什麼呢 做清除 清除 清除 就這一行 清除 好 所以以後 如果你不自己 你不想要錄這支的話 其實也可以自己寫 Clear Contents 就清除 OK 甚至這邊其實可以寫一行就好了 只是說如果你錄製 大概就錄製這樣 其他 1234這個後面東西 自己補一下 反正呢 我是希望 你們至少 知道說你錄的東西在哪裡 第二個的話呢 也知道自己的錄的步驟在哪裡 步驟自己寫一下 每個人都寫不一樣